标榜崭新潮流 电子烟商的广告吸引无数年轻人 为了保护下一代的健康 纽约市议会以42票对2票 压倒性票数通过 禁售调味电子烟法案 这项法案等市长签署后 将于明年7月正式实施 在纽约市 有高达1万3千名高中生 相当于每15位高中生 就有一位使用电子烟 美国目前有40多人 死于相关呼吸道疾病 也让全美掀起了一波 反电子烟浪潮 大家希望女方编译